各位市民 你們好 我們是人民力量前線 我是李啟 在未來的日子 我會在這一區為各位 食意這樣服務 今天我們來到這一區 希望見一見各位的街綱 還有帶了一些表格下來給各位街綱 首先就有個選民登記表格 這個選民登記表格 歡迎各位剛剛搬進來這一區 居住的市民 過來填一張表格 你們在未來的選舉 尤其是11月 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區議會選舉 就可以在這一區裏 投選一個你認為最能夠代表你 或者最幫到你手的一個議員 而不需要回去你之前居住的舊區那裏 去投票的 各位市民 你們可以過來拿一張選民登記表格 去填回去 可以交回去選舉事務處 另外還有人民力量之有的表格 各位市民如果對於我們人民力量的活動 是有任何的 有興趣的話 是可以過來拿一張人民力量之有的表格 填回去給我們 我們在日後如果有任何人民力量的活動 一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就會通知各位的了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義工在幫我們 在這裡派一些單張 這個單張是說的 就是近期一個非常之熱門的話題 就是在講這個填補立法會議席的一個政府諮詢方案 這個政府諮詢方案 其實就是我們平時聽開逮補或者系補的機制 這個機制或者這個諮詢方案 其實政府就企圖用這個方案去堵塞了一個 他認為我們去年有五位立法會議員辭職 而推行的一個偏向公投運動 這個完全是在剝奪我們選民的一個投票權的 我們人民力量是不會覺得這是一個漏洞來的 歡迎各位市民可以過來拿回一張單張 看一看表解這個方案究竟是這樣的甚麼 這個政府是怎樣去剝奪我們作為選民的一個 基本應該有的投票權 然後就歡迎各位市民是可以 透過我們也可以 又或者直接向政府部門 透過電郵也好 或者是電話或者信件也好 可以是向政府部門反映你們 對於這個方案的一些意見的 各位市民你們好 我們是人民力量前線 我是李啟行 在接下來的日子 我將會在這一區為大家誠意地服務 如果各位市民在這一區居住 有甚麼情況是需要反映 或者有甚麼查詢 也可以直接來找我 在我們現在派的單張上面 也有一些我的聯絡方法 譬如說有電話 有地址 也有電郵地址 歡迎各位市民在這一區居住 有甚麼問題 或有甚麼查詢都可以直接去聯絡我 除此之外 我們今天也帶了一些選民登記表格下來 給各位市民 尤其是剛剛搬進來這一區居住的市民 可以過來拿一張選民登記表格 更改你們的登記地址 在接下來的11月的區議會選舉 你們就可以在這一區裏面 是投選一個你認為最能夠代表到你 或者最真實幫你服務到的議員 而不需要回去之前所居住的一個區域 就是投票的 除此之外 還有人民力量資有的表格 如果各位市民 對於人民力量的活動 有任何的有興趣 或者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是可以過來填一張人民力量資有的表格 我們在日後 如果人民力量有任何的資料的更新 又或者是有一些活動 也都會是通知各位的 還有有些移工 我們在幫我們是派這一份 是講的前寶立法會議 是空血的一份的單章 那這份單章上面就講過 政府近期的一個逮捕或者逮捕方案 企圖去剝奪我們選民應有的一個投票權 這件事情我們是覺得非常之不恰當 也都非常之無恥的 那各位街坊 也都歡迎你們 可以過來我們的義工 或者過來我這裡拿回一張三張 了解這個諮詢方案究竟是講到甚麼 這個政府的地方去剝奪我們的投票權 之後可以透過我們也可以 或者直接向政府部門 透過電話信件又或者電郵 反映你們對於這個諮詢方案的一些意見 引擎看 垂嗯 感谢观看